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警方國安署早前懸紅100萬通緝前香港 中資創黨主席羅冠聰等8名在外港人 11日早上,羅冠聰在港的父母及兄長 3人被港警國安署帶走問話 錄取口供後獲准離開,目前無人被拘捕 據港媒報導,11日清晨6時多 一批便衣探員兵分兩路 到東聰一屋邨兩個單位內,調查幾個小時 其中一個單位是羅冠聰的舊居其母及兄長 現居住在那裡,另一單位則是其父居住 據悉國安署人員帶走羅冠聰的父母及兄長3人 問話及錄取口供 調查3人是否羅冠聰是香港的代理人 以及有沒有向羅冠聰提供經濟援助3人後來獲准離開 行動中沒有拘捕任何人 相隔幾個小時後特首李家超早上 出席行政會議前見記者時說 會終生追捕8名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的海外港人 又表示目前警方已經收到一些資料 強調會繼續窮追猛打、執法必然 羅冠聰12日凌晨,在Facebook帖文回應事件 文中說就近日香港警方一系列行動 我可以肯定這樣說 相關人士和我完全沒有金錢往來 我的工作和他們無關 協助的說法純屬無稽 網民紛紛在帖文下留言 對羅冠聰表示要聲援 並為其家人祈禱 也有不少網民批評港府 是想利用旁人,迫使就範 衰過黑社會 時事評論員桑普11日 對自由亞洲表示 港府這個舉動的目的 是作出恐嚇,製造寒蟬效應 令在海外的相關人士禁星 而先向羅冠聰開刀 是因為他身上帶有香港民主自由的光環 希望可以將其消滅 桑普又指今次涉嫌民主派人士的家人 可見對涉嫌違反國安的人士 當局已經開始所謂豬連狗族行為卑劣 翻查資料 早在2020年7月31日 羅半聰曾經在Facebook帖文回應 被國安法通緝 表示離港後已經沒有聯絡我的親人 在此也正式和他們斷絕關係 不再往來 同時指所有在海外的倡議工作 都是以個人身份而行 沒有與任何人有政治聯繫 也沒有受薪或收受任何利益做我的倡議工作 港警國安處7月3日公佈 發出拘捕令 通緝8名現身處海外的香港前政界人士 指他們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中的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及煽動分裂國家罪等 包括3位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羅冠聰及郭榮鏗 全惠寧國行政總監、攬炒巴劉祖迪 香港議會發起人袁公義 仍在澳大利亞的律師任建峰 職工盟前總幹事蒙兆達 及美國的香港民主委員會政策 及活動總監郭鳳儀 福島核污水排放引起中日之爭 港府高官和立法會議員紛紛高調表態 日經亞週11日刊文形容 港府在核污水問題上掩然成為北京的戰狼 日本福島核污水最快下個月排放 繼上個禮拜已經透露 會考慮禁止高風險地區的海產或農產品公港 特首烈家超11日見記者的時候 再度強硬表態說 若日方排出污水 港府將禁止日本更多地方的海產品 而環境及生態局 已經成立跨部門小組商討對策 及限制日本食品入口的措施 日經亞週同日刊出提話 香港在福島核污水問題上成為中國的戰狼 二篇文章 文章指 雖然北京和日本之間存在一些爭議 但香港通常很大程度上 保持距離及中立立場 使其能夠和日本保持務實的商業關係 並維持其作為中立商業樞紐的形象 但港府在福島核污水問題上態度明顯轉變 展示出戰狼一面 報導引述立教大學政治系教授 倉田徹的看法指 港府在涉及政治問題時被強烈要求尊重黨的路線 緊貼北京立場顯示一國兩制正在逐漸削弱 他舉例說 去年夏天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問台灣時 特首李家超就迅速予以譴責 報導還指 在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批准排放方案後 親北京立法會議員曾批評總署有偏見及極其可憎 就連分北京回體的大公報 亦引述報導稱 日本政府用超過100萬歐元收買國際原子能總署 但很快受到日本外務省否定 日本駐香港總領事館副總領事中原籍人認為 港府正在試圖迎取北京的讚許 加拿大移民部12日宣布 擴大港人救生艇計劃Streme B 令已經移居加拿大的開放式工作簽證 持有人均符合資格申請緩久居留權 據香港監察消息 加拿大國會議員Paul Chan MP在新聞發布會上代表移民 難民及公民部長佛雷澤宣布 將在2023年8月15日起撤銷5年內畢業要求 令所有合資格OWP持有人都能夠申請永久居留權 香港監察研究及政策顧問Sam Goodman表示 贊助人、國會盟友及Stream B聯盟 經過連越來的努力 成功向加拿大政府爭取擴大Stream B 衷心希望這個有利年輕港人取得 加拿大永久居留身份的政策修訂 會為更多港人提供離港的救生索 令他們有機會在加拿大找到安全的避風港 並開展新的生活 Sam Goodman向加拿大外交部和移民部官員 及各方所付出的努力致敬 並指過去一個星期 我們看到香港政府針對海外民民人士 及香港社群發出圓紅通緝令 今天的宣布傳遞強烈的信息 加拿大會繼續支持香港人 中共國務院中央港控工作領導小組 南部常務副組長夏寶龍將擔任中央港澳辦主任 據《港回報》報導 夏寶龍在接任中央港澳辦主任的職位後 已經在11日主持了港澳辦的會議 出席會議的其他成員包括 中央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周齊正部級 另外4名副主任 鄭顏雄、鄭新聰、楊萬明、王寧貴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派著的紀檢監察組組長 是施克輝 中央港澳辦、室務會成員 向斌也有列席上述成員配置 基本上保留了中共國務院港澳辦的原班人馬 只有周齊在最近幾天才被調任港澳辦 而且擔任政部級常務副主任 香港華南早報近日引述消息人士稱 周齊下一步可能接替夏寶龍出任中央港澳辦主任 夏寶龍今年71歲 習近平2003年至2007年主政浙江期間 夏寶龍是習近平的副手 2018年被習近平提拔為全國政協副主席 兼任秘書長月星副國級 香港2019年爆發版送中運動後 夏寶龍在2020年2月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 同年8月曾經遭到美國制裁 他也是依次制裁的人員中級別最高的中共官員 今年3月中共公佈了黨同國家機構改達方案 提議成立中央港澳辦等新的機構 方案稱中共港澳辦將基於國務院港澳辦的架構下進行組建 而國務院港澳辦將不再單獨設立 只保留名稱 外界認為中央港澳辦成立後 意味著中共當局進一步架空國務院 強化了中共對港澳事務的全面管控 好,今天的報導就到此為止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